哈囉 收拾好吃 耶 我今天要跟你們分享一個好東西 就是野田實驗室 野田實驗室呢 是我在網路上找到我覺得非常不錯的清潔技組合 我呢 非常的害怕一種昆蟲叫做小翔 小翔這個昆蟲呢 真的是無所不在 我已經非常的努力去改變我們的環境 可是呢 小翔還是蠻... 大家都很怕小翔這個昆蟲 可是呢 我們又不能命令小翔不要來我們家 我們家有動物 只有小孩 市面上有販售很多可以杜絕小翔的養劑或是清潔劑 可是呢 都是非常可怕的 有的是需要點 在某些小翔會經過的路徑 可是呢 小翔會經過的路徑 又不是我可以叫他不要來就不要來 他喜歡的路徑 剛好都是我們家小朋友喜歡的路徑 他喜歡在地板爬 他喜歡在天空飛 他喜歡幹嘛幹嘛 我們家有小孩 又有動物 又有我們 我們都很怕小翔 一直跟你講一個故事 前陣子呢 我老公在書房睡覺的時候呢 有一隻小翔跑到他的腿上 從那天開始 他都睡不好 所以他一直堅持想要用什麼水煙啊 或是點藥劑 但我們在家裡面放蟑螂的水煙 他可以讓那麼多蟑螂死掉 相對於可能寵物跟小孩不小心碰到也是很危險的 所以我很害怕用這些東西 後來呢 我找到一個東西叫做這個 野田實驗室 它是用植物中性的配方呢 去杜絕一個昆蟲不喜歡來的環境 所去打造一個小翔討厭的環境 這樣不是很好嗎 所以呢 小翔就會越來越不想要來我們家 它是什麼樣的味道呢 像這個地板清潔劑是檸檬生薑的味道 然後這個呢 預測清潔劑是有加利葉薄荷的味道 然後這個旺用清潔劑的話 它是萊姆薄荷的味道 三款呢 都是植物的 精油下去打造的 聞起來不會覺得很可怕 而且它對環境跟孩童都是友善的 不需要太害怕 它的味道呢 就像香水一樣有前中後味 聞起來就是 嗯 淡淡清香 聞起來又很舒服 對於我這個媽咪來講 我覺得 味道也是非常需要去做 重點的重點 它是中性的配方 它不會傷害到你的家具 家裡面有食材啊 用面啊 還是有五金的表面啊 都不需要去害怕說會被傷害到 因為它都是用植物的精油下去做的 都是安全中性的配方 所以清潔你的家具啊 或者是地板的時候都不需要太擔心 這點我覺得也非常加分 還有一個重點 野天實驗室啊 它的包方呢 非常的文青質感造型 所以呢 你把一罐在你們家的廁所 你也不會覺得它非常臭 很多清潔劑的外觀 它完全都是一看就是要清潔劑 這個放在那邊 你會覺得 嗯 像芳香劑 像香水啊 它的外型也做得很好看 不會讓你覺得放在你的廁所好醜 這是不是也有加分 現在清潔劑的外觀也有所要求 跟我一樣嗨嗨小強的話 我覺得你們也可以入手 好啦 我現在呢 是利用弟弟阿迪 他現在在睡覺呢 所以呢 我利用這短短的時間跟大家推薦我最近很喜歡的清潔劑 因為我太喜歡 所以我決定要來開團 不要透過我們的開團日期 我會放在下面 下面有連結 天然中性溫和的清潔劑 在這邊 杜絕小強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囉 喜歡我的話 記得訂閱 分享 按讚 開啟小鈴鐺 掰掰